2023年中国车企撑递单发布 美国特斯拉被甩在身后 我们凭什么这么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难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像是开了外挂 在以美国为首的多方势力遏制打压下 我们不断杀出重围 先是在国际汽车销量上超过了日本 如今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并且很是耀眼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成绩 据有关媒体报道 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车企比亚迪交付了超过52万辆电动汽车 超过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约2万辆 成功摘取了销量桂冠 这一成绩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大突破 更是中国制造业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车企取得了这一亮眼的成绩单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中国车企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研发头路巨大 以比亚迪为例 该公司一直在电池 电机和电矿系统方面进行深入研发 拥有大量的技术积累和专利 这种自主研发的能力 使中国车企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重要印象 其次 中国政府对新动员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空天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包括购车补贴 购置税减免 免费停车等优惠政策 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这些政策的事实极大的推动了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 为中国车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三 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对电动汽车的需求量极大 目前 中国还拥有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量 从原材料到零部下 再到整车制造 都能够自主完成 这些为中国车企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最后 中国车企在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方面 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前 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市场上 常常被视为是低端和廉价的代名词 当然 近年来 中国车企通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加强品牌推广 拓展国际市场等手段 低级塑造品牌形象 如今 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已经有了显著提升 但是 话要说回来 便管我们在汽车领域发展迅速 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 在我们的前面 仍然还有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 比如 难以攻克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高强 毕竟 在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下 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 都会采取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 这对于中国车企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 在如今中美贸易不断摩擦的背景下 中国车企可能会面临 更为严格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工作 导致出口受阻和市场受限 大家知道 此番比亚迪对特斯拉的展抄 势必会引起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记忆 这从西方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当中也可以看出端语 就比如路透社 他在报道的文章标题中 竟然使用了偷走语词 总而言之 中国撤其进步是好事 但对纳迪不怀好意的国家 任何时候 该防还是一定要防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